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大国际证券投顾罗文斌 粉丝罗老师在我们节目上 罗老师你好 罗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盘市最主要的焦点 集中在一档 这个万众瞩目的股票上面 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今天除息 就除两块半 那除两块半市值减掉648亿 那指数因为台积电除息 会增发21.5点 那今天再加上美亚除息 所以说总共增发22.1点 那台积电除息今天 可以讲说是秒填息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台积电今天 这个开盘呢 就是开在314块半 昨天收312块半 所以一开盘就涨两块 涨两块除两块半 不是秒填息吗 那盘中最高的时候 到过315块 所以说最高的价位 就刚好把两块半给填回来了 所以买台积电去参加除息 还算是针对了 那过去的经验 台积电都能填息了 这不愧是一档台股最重要市值 以及最重要一家公司了 那今天台积电除息 没有让大家失望 那收盘呢 是涨0.64% 那成交了张数不多了 28,900多张 那大盘今天也没有什么动 不过呢 所有上市会公司加起来 倒是有55档股票涨停板 可以讲说是百花齐放 指数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波动 但是呢走势蛮强劲的 个别股票纷纷都有出现不同的表现 那今天加权指是开平盘 开在11534点 就刚好开平盘 收盘是小涨13点到11548点 成交量算有稍微放大 到1824亿的量 盘中高点也不高 就11567点 所以今天的波动空间蛮小的 低点也不低了 只有到过11485点 所以可以讲说 今天这个盘式呢 是一个霞幅的盘整盘 那这个盘式到后面 后面怎么看 个股的一个表现 以及我们关注什么焦点 我们赶快请教卢老师 卢老师今天台阶除息 没让大家失望 开了这个除息秀的第一枪 马上要进入到 最近很多大型公司在开股东会 开完股东会60天就要除息了 所以说陆续都会有一些 除息的消息出来 就是除息的表现 所以台股是不是已经正式 进入到所谓的除息旺季 股东会旺季完之后 除息旺季的行情了呢 我想今天台积电的这个除息秀 都是非常的成功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于接下来整个台股的一个 所谓这个除权也好 除息也好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行情 可以说是揭开了一个 比较完美的一个序幕 那当然今天即便是台积电 完成了一个填席的一个动作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台北股市 还是延续的跟昨天一样 一个霞府整理的霞府震荡的一个格局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其实即便今天礼拜四嘛 礼拜二当天大涨200多点 我也跟各位做个提醒 我说这个行情即便在礼拜二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带量 那个大长虹 但是并不代表 接下来这个指数很快 他又要往这个11771去做一个挑战 因为毕竟接下来我们都要说今天礼拜四了 那下礼拜四开始要放四天的这个端午的一个长假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多方的所谓的一个追价的一个买盘 或者追价的一个态度 他会趋于谨慎 这是必然的 尤其现在当整个盘面的一些疫情的一个消息 包含像美国 你看除了杨利桑那 这个佛州跟德州 这边都纷纷的有疫情升高的一个迹象 甚至于国内 我们在今天也又出现了一例的一个新增的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来讲 整个疫情还是大家就轻忽不得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放四天的一个长假 不确定的因素又增加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加上 其实你看从这个8523反弹以来 两个多月的资金行情 把台股一度的都已经堆积到11771了 这一涨都已经涨了 超过3000点 现在行情你说 这两天稍微压回整理 今天也还是持续收在11500点之上 还是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行情让他作为一个整理 作为一个震荡 尤其我们说过6月11号 就上个礼拜 那一根大长黑棒 而且还带量的 那个所谓的反压区 也是要必须靠这个所谓的来回震荡整理 就一个换手 这个筹码沉淀 来做一个推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了 可能在这个端午长假之前 这个台股大盘的部分 那就是来来回回 等到放完价回来 那也比较没有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长假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那再加上 记得这个长假过后 这个刚刚碰到这个电子股 这个旺季也即将到来 这个时候 外资路就陆陆续续归队 疫情没有进一步的升高 那国际股市能够维持平稳 甚至于如果美股能够表现好一点 那我相信 行情重新启动一波涨势去突破 11771 甚至于往上去挑战 1月30号的这个高点 我认为这个机会就会高很多 所以在这之前 我想每天的指数涨涨跌跌 应该不用太过于在意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 在这样的行情架构 像我们说过嘛 指数如果说 它短时间之内 没办法 这个有效的做一个 强行军的一个突破的话 那么资金会自己找出路 它会移转到一些 比较有本质 有题材的中小型股 就好比说刚刚莫奥兄 也提到 今天大盘其实也不过就涨13点 可是涨停的加速 却高达55加 甚至于还包含了 我们在从上个礼拜 开始跟各位预告 甚至于开放各位 来做一个登记的 我们的准千金的私房股 今天也开始起手势 拉出了第一根的涨停板 我想再再证明 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大盘的涨跌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把握到 整个资金的一个流向 你有没有把你的资金 摆在最有效率的 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去掌握 买卖攻守的一个 进退节奏 好 那今天55加涨停股票 当然我们不能全部告诉大家 有哪一些 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了 挑几家比较重要的公司 跟各位报告 比如说像是星象 星象今天呢 大涨这个62块 收在684块 这个爆出了将近6000张的成交量 这个星象已经决定了 今年这个配息是25块 创下历史新高 昨天开股东会 消息面不错 那另外中天 今天继续涨停了 哇 这个中天合一 真的是这一波 生计股里面最标最标的了 那合一当然也是继续亮灯涨停的情况 那另外生计医疗股里面 还有神龙啦 这些股票也都是涨停 中化也涨停了 所以涨停的股票蛮多的哦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类股有点百花齐放的味道 那另外低价股涨停的就是 一缸子 延续昨天的纺织股了 这个低价的纺织股最近的表现也非常的强势 可见市场的资金是有持续在扩散 在蔓延的情况 像南仿今天涨停板 红圆涨停板 这都是今天 记昨天这个低价纺织股涨停之后 今天再显强势的股票 那成交值居前的股票 但第一名还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第一名成交值的股票 那第二名就国具 国具今天表现不错 涨6块 收在405块 国具重新又爬回了400块之上 那另外在郁金光的部分 今天是涨8块 收在620块 量也蛮大 唯独就是大立光今天毒锤泪 大立光今天重摔了2.64%的幅度 跌了110块 股价收在4050 几乎要破了4000块大关了 事情KY最近走势非常彪悍 今天又大涨5%多 盘中还一度接近攻到涨停板 今天大涨了19块半 收在386块半 另外还有台表科今天也攻到涨停板 收涨了11块 收在125块半 所以路老师看起来真的是百花齐放 虽然指数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波动 为什么讲说你感觉起来好像 这个盘好像涨两三百点的盘 事实上是因为今天中小型股票涨势非常凶悍 因为贵买指今天是大涨了2.37大点 今天贵买指单日的涨幅高达1.5% 所以大盘只有涨0.12% 但中小型股票其实是大涨特涨的 所以你可能忽略掉贵买 如果你看贵买指你就知道说 今天贵买指收在158.12点是创下新高 贵买指已经创下今年的新高 日K线连三红 而且成交量又爆出来将近快600亿的大量 所以这个人气的指标还是在贵买 还是在中小型股票上面 目前很明显整个盘面的一个主导权 还是在这个内资手上 毕竟外资他所要左眼的一个层面 还是比较广 因为包含像美国目前的一个状况 选情也好 疫情也好 又或者其他种种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们可以即便看到这个外资 即便说以目前来讲 6月份以来很明显态度就是繁多了 可是因为毕竟整个国际股市 尤其你看这个昨天美股也是呈现一个压回 特别是在稻穷的部分 甚至于在今天盘中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小稻穷期 甚至于还跌了超过400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国际股市的一个变数依旧还是存在 那再加上我们说过 接下来还有四天的一个所谓的端午长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当然他在买盘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让这个全职股 很这个所谓的没有后顾之后的去做一个推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自然整个盘面的重心会由内资来主导 那内资来主导 当然有一个族群 他就是非常的洞见观瞻 那就是生计 因为内资只要一主导行情 生计往往是不会缺席的 不过我们必须要留意到一点 我先强调 我的看法依旧是生计 跟电子双主流双核心轮动没有改变 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大多头的行情 所以当然所有的股票都有机会轮动 但是以主轴上来看 还是以生计跟电子股为主 不过生计在今天 倒是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在今天整个成交量的一个比重 已经超过30% 这个是创下近期一个 所谓的类股的成交比重的一个新高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 当成交量 这个成交的比重创下新高的一个情况 而现在我们知道说 疫情其实在国外 其实有持续在做升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一些防疫的一个概念 我们看到先前的一些 什么口罩股 疫苗股 我们不要说什么 这样以今天来讲 你看这个像康纳湘 这个9919的康纳湘 又或者疫苗4142的 这个国光生计 今天都呈现了一个开高走低 不仅说 没有能够往上创高去突破 其他的你说 包括像瑞基的 这些先前的一个很具备指标的 强势的这些作用的一个股票 包括像恒大 他们也都没有创高 只不过今天在盘中也偶有表现 不过也都后来在尾盘的时候 都出现了一个压回 所以我讲这个部分 对升级股来讲 会不会产生一个过热 为了这个就要开始小心了 所以我们也一再告诉各位 升级股我还是认同 你说今天开高走低这些股票 是不是好股票 我也认同是好股票 可是因为他们涨幅太大了 所以像这些已经累积相当涨幅 激起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这些族群都不要冒冷的去做最高的一个动作 同样升级你还是要选择有相同题材 好那未接好在低档的股票 就是你看啊当时大家在追逐什么成德啦 中天的时候对不对 我们带着各位买进的是4726的啊 这个永新同样一个集团 同样的一个题材 可是你看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其实永新在盘中都还创下颇短的一个新高 来到42块5而上个礼拜五 我们在带会员买进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30出头 同样的升级股 很多防疫概念现在没有办法再创高 可是你只要选择一些方向对了 积极又低的股票 你看同一个时间 它就是表现的比较强劲 好那至于升级股后续要观察的是 包含新药族群的这个指标 我们看这个4743这个合一 那防疫型的升级股 当然就是看这个6598这个ABCKY 那如果说这两档股票 它能够持续上涨 我们说过今天 我们必须要提高紧急运营生计股 它整体的一个成交比重 已经提升到30%以上 会不会过热 会不会整理 先看这两档指标 4743的合一6598的这个ABCKY 如果说这两档股票 能够持续的强势的上涨 那还是可以维持整个升级股 它持续做一个多头的一个轮动 好那至于说 比较稳健保守型的这个投资朋友 如果想要切入升级股的话 当然还是以一些 目前有具备一些实质的 业绩财报支撑的 包含像什么原料药 又或者像医财 或者医美 这些低位界的股票 我想会是比较首选 好 合一这个礼拜减盲成功之后 股价是连日涨停了 今天已经供到228块半 不过就如刚刚如老师所讲 合一今天也有量能出来了 原本都是一张一张的成交 全天只成交一张 那为什么要成交一张因为你没有成交的话 就没有办法涨停板嘛 所以你没有成交一张 你没有办法涨停板 所以故意成交一张就有丢出来一张 让你成交就对了 那当然你能买到那一张的 那真的也是一定要盘前去挂了 看你的运气 那今天合一就不是成交一张 合一今天有成交了531张 开始有人把筹码丢出来了 当然量还不是很大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毕竟已经有筹码丢出来的状况 所以明天可以观察合一的 整体的一个表现 那的确占比到30% 一个类股 而且不是科技股 这么大的族群 真的是强强棍 不敢讲说 他一定会就此而出现了 这个转折 但是毕竟会上下 比较明显的波动 因为量大 这个波动就会大 那这样的状况 还是瞄准个股 相对还是找一些 基期比较低的 那旋股也很重要 那如果是基期比较低 相对有机会会是什么族群呢 以目前来看 我们说过 其实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是不需要 跟着盘面 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一些 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股票 就好比说我们说 从上礼拜到现在 到今天为止 你看升级股 都已经到30%的一个占比 为什么升级股这么热 因为疫情又上来了 所以大家一窝蜂的 又往这个升级股 再加上这个合一 这个集团的 这个所谓的中天集团 这个解盲的一个成功 所以大家都往升级股去挤 可是我说过 当然我不是不看好升级 我还是看好 只是涨多了股票 我们一方面 真的也是要避开 那除此之外 我们说过在升级 电子双主流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 当大家一窝蜂的 跑去追升级的时候 相对的电子股相较之下 它就有点被冷落 所以与其 因为它还是主流 终究 如果说未来升级股 整理的时候 电子股终将在起 那我们为什么不趁着 电子股 现在大家没有去注意到的时候 对于一些 我们说过被错杀的 价值被低估了 又或者整理到末端的 一个股票 我们来进行所谓的人气 我去你们都不要 我就要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 开始预告 我们说过 有一档股票 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而且多数的法轮员认为 它的价值是被严重的一个低估 那就是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这一档准千金的一个私房股 我想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也跟各位大概提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们告诉各位说 它离千金还有相当的一个距离 至少四五百块的一个空间 可是又被叫做是准千金的一个私房股 所以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他说如果说准千金 你说现在是八字头 九字头 你要讲它准千金 还有道理 可是不过还有四五百块的空间 你就叫它准千金 那会不会看得太早了一点 那其实我们说看的是一个价值 我们昨天也举过说 你既然要讲千金股 那就是拿目前最夯的千金股 那就是6415的这个系列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昨天也讲了 2019系列赚多少 25.83 那另外今年第一季 2020Q1的这个EPS 系列赚多少 赚7.67 那五月的营收 年增17个percent 月减10个percent 毛利率50% 这很不容易 这算是很强了 因为毕竟你看毛利率 等于说你做了100万的生意 你就赚了50万的一个毛利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数字很漂亮的 再加上韩席这个7块半 那你看即便这么漂亮的一个数字 其实我想系列好不好 这不用我都多讲了 你看今天大摩又调高 他的目标价到哪里 到1880块钱 那今天就已经到1800 对啊 最高都已经到1850块了 所以说我想他的好 已经不用我再去多解释什么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他的好有目共睹 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跟刚刚我们从这个包含去年的获利 今年第一季的获利 五月的营收了 或者说这个毛利率跟寒息率来看的话 我们刚讲了 我们昨天也讲过嘛 其实针对这五个面向来看的话 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几乎怎么样 可以说是完胜 而且是完全的KO这个系列 我们就说先从五月营收来看好了 五月营收系列年减 年增17% 年减10% 可是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它却是什么 它却是年月双增 而且年增的部分 74% 远远比这个系列的17% 要来的高很多 好那另外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毛利率50%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毛利率多少吗 几乎是这个50%的将近要一倍了 哇 还有一家公司毛利率90几% 对啊 不可思议对不对 好那其他更不要讲说 我们说假这个今年第一季的这个系列 是7.67% 可是我们的这个准千金私房股 它居然第一季的获利 是两位数的数字 是远远远离这个系列 超过这个系列 那更不要讲去年全年的获利 也是超过系列 所以五个项 五项 完全是KO系列 可是问题系列现在多少 系列在1800 今天收1780 对啊 那最高点也曾经来到1850 甚至于我说大摩都还看到1880啊 啊 可是这档股票 你看这还不是我现在第一天讲哦 你看在之前我们在 我在跟那个软哥 这个木槐兄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现在其实啊 盘面上即便只有4000斤 是已经继承的事实了 不过啊 法人圈业内圈都已经在看多少 7000斤8000斤 其中有一档会让大家跌破眼镜的 就是有一档 现在还离千斤非常远 可是他却有这个实力 跟有这样的一个潜力的一档股票 那当时我们在讲 可能很多的也都不以为了 你看今天好 拉出一根涨停板 如果说从上个礼拜 我们开放各位来做登记 来做预约到现在 其实不知不觉中哦 已经涨了100多块了 好那所以说啊 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离千斤 我想还有这个1000元 还有相当的一个空间 所以即便他拉出第一根涨停板 我认为这只是什么 这只是一个起手式 好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 各位要去好好把握 他的下一次的买点 好那当然我也必须要强调 好面对这样的一个 长波段的一个操作 我们并不是一波报到底 好各位都知道我们的操作 往往就是怎么样来回 所谓的分段的一个操作 好所以如果说 你也猜到这是什么股票的 我还是这么建议各位 你不要自己贸然去追 因为有些时候 如果短线有一些 我们必须要出一趟的理由的时候 我们也会先出一趟 那如果说 你不小心 你刚好这个时候进来了 那又刚好 我们在买卖之间又有冲突的话 那对各位也不好意思 所以一样 如果你想做这两股票 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你就打个电话进来登记一下 好那我会带各位先赚 再说这样的一个状况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至于说 这个对这个高价股 可能在操作上面 有一点这个不喜欢的 或者说可能心脏没有那么大颗的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我们的准千金私房股 拉上了涨停板 公司还特别交代 我说我们的三倍券 直接再开放一天 不用我讲 公司自己讲 所以大家要谢 要谢我们的大老板 好 那个call了再上 电话call了再上 好非常谢谢 罗文斌分音师 等一下广告期间 会有罗老师的致命电话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个行情正热 今年行情 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三月大跌 从四月 一路拎上来 拎到五月 拎到六月 今天贵买指数 再创颇段新高了 已经拎到了快160点的位阶了 很多人都很意外说 这怎么会是一些像火箭般的上升行情 那今天正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大券商的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台股 包括我们怎么样运用特别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在股市操作上面得心应手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日升证券的黄建民黄总经理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有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上YouTube打98新闻台 你可以看到我跟黄总两个人的直播画面 黄总你好 你好 哇这个黄总今年券商应该获利不少吧 是是 因为这个成交量动着你看上市会加起来 有时候量能一天还逼近快3000亿 没错 没错 今年我们都有可能创新高了 创新高 大家应该很高兴了 是没错 很热的 对啊 所以我们都希望股市成交量越热越好 站在券商的角度 当然成交量大 市场一定也是大波动 波动也会比较大 所以黄总在一开始是不是要提醒我们说 今年这个行情上面 从这个日盛这个证券的角度来看 你会给我们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也许大家就是现在会比较害怕一点 但是既害怕又期待 是 但是我如果以害怕的角度来看 其实股市是不必这么担忧 是 那如果大家是比较不怕 觉得现在一定非常好 这可能要担忧一下 这个反市场心理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 这个永远不变的 那您觉得现在一般投资人是害怕呢 还是说大家都一股脑的就是很乐观呢 没有 就我们对客户 我刚刚来之前才去客户那边 对 十个 十个客户啊 九个都害怕 不相信行情 没错 以今年的 你讲GDP啦 业绩啦 都都比去年差很多 但是股市涨了很多都跟基本面脱钩 对 大家都是不相信 对 也害怕 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股市走的跟基本面是没关系 是钱的问题 也跟大家预期完全都是 完全不一样 对 但是因为大家不相信 害怕 对 所以股市会涨 OK 等到大家都觉得 全部乐观了 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 好 是是是 所以代表这个行情到目前还是一个金金涨 没错 大家还是害怕 好 那就像我之前在电视节目上讲 或者说在我们自己广播节目上讲 今年的行情 我就下两句话注脚 新手尬老手 内资尬赢外资 对不对 所谓新手尬老手是什么 新手真的还敢买 他就是带着钢盔就跳下去买 没看过以前的惨况 对啊 像我跟黄总 我们入行都已经三十年的经验 我们看过多少次崩盘 想说哇这次的崩盘就是来势汹汹啊 对 年纪越大越保守 对年纪越大越保守 因为看过太多次崩盘了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V转 好歹也打两根脚 没错 现在一根都没有 一根都没有 要直接跟你V型上来 真的是出乎意料 但是我觉得看错行情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不要 你要认错而且要做对嘛 没错 就是说现在该怎么顺势 你就怎么顺势 这个是跟基本面 或跟整个大宏观环境无关 这个黄总刚刚已经下个注解了 好那事实上根据证交所统计 台股五月份 如果我们用定期定额来讲 是达到了12.28亿 那比四月份的11.26亿 黄总是来的成长了 对没错 所以说开办定期定额投资来 已经创新高了嘛 是 那最近今天台积电已经开了 这个除息秀的第一枪了 除息的旺季马上来了 像今天期限货之间 逆价差154点 台指期收在11394点 加权指收在11548点 你们说哇怎么差那么多 差了150几点的逆价差 怎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要除息了 今年总共会除掉 蒸发到300多点 所以这很正常 所以黄总你觉得这个时间点 我们适合参加除息吗 今天台积电表现还不错 涨两块 是啊 第一档除的就走势这么好看 对啊 你有什么建议 是这样 你看看 现在我们如果钱放在银行定存 这个一年的利率只有0.85% 0.8%左右 那台股的10年的这个殖利率 我们还有这个4% 那最近又什么存股风 这个很盛行 没错 所以钱都是往这个有效率的市场走 那原则上我想股市除息 它的一个一个利润是比其他的工具好很多 那只要是我建议好的标的 我都建议除息了 所以但是呢 建议投资人在除息之前 我们还是要看五个重点 那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选择这个稳定成长的产业嘛 那第二个呢 在选择这个稳定成长产业的龙头 这个是最保险的 第三个呢 这个赚的多发的也要多 发的多殖利率就是高 配息率要高 对 要配息率要高 然后还要看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年年都能配 配的时间要长了 不能只配一年嘛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它的流动性 因为不能说买了到之后不能出嘛 当然 所以观察这五个重要的这个重点之后 我们把这股票呢 纳入自己的口袋名单 我们再搭配这个股价 它所在的位阶 那高低点 折优选股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避免 我们就说赚了股力 赔了这个价差 好 其实我很想就直接叫黄总说 那你就告诉我们几档股票 但是不行 因为法规的关系 这个私底下偷偷问好了 但黄总刚刚讲这几个原则很重要 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来参考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 刚刚黄总所讲的这些原则 原则性 我们其实你再去市场上找到对的标的 对不对 一定要好 一定要好 那台阶为什么今天可以秒填息 就已经填了这个80%以上的息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台阶大家都符合您刚所讲的这些 这些这些条件 对 好 那日盛 日盛 这今年 我看到你们很积极的在市场上面 做一些日盛的整个宣传也好 或是说我们的这个发展的概念给我们的这个投资朋友也好 对不对 先前拍了一支影片 没错 那黄总怎么会想要拍影片呢 是这样子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3月19号最低点 8523点 但我们那支影片赶制出来8月26号上市 OK 那我们讲了一下就是说 为什我们这支这支的影片是说危机入市 为什么是一个危机入市的好时机 从哪几点因素来判断 那我这样讲 过去50年 我们一共就是这个中美 一共有14起的黑天鹅 我们都是一个危机入市的好时机 我们从历史的古灾来看 台湾的921大地震 对 美国的911的恐攻 还有SARS疫情 还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 再来是欧租五国的欧债危机 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碰过的利空 可是呢最后每次都安然度过 接着呢股市又创新高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那想想看 当全球的股市都非理性下跌的时候 政府会做什么事 一定是振兴方案一直推嘛 对 就像现在一样 QE无上限 对 好 再来 非经济因素让我们的股票下跌 大家不要害怕那是利多 一样的公司股价变低了 对 这倒是风险低还是风险高 当然是风险低啦 对不对 就我们长远的报酬率来看 这是报酬率高的 好 再来 股价下跌 如果它的配息是一定的 那殖利率就变高 这个就是我们获取这个长期稳定配息的一个投资好机会 对 好 那第四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统计的概念叫做均值回归理论 嗯 就长期来看 这个股票啊 它就像这个钟摆一样 你如果超涨 接着隔一年就会跌回来 对 超跌 就会涨回去 跟现在一样 对 迟早呢 会成为一个常态 对 就是钟摆理论 这就是回归理论 对 像今年 嗯 疫情是非经济因素 对 跌下去 就钟摆理论 又弹回来 嗯 而且弹得很够力啊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在 我认为在股灾的时候 我们参考 只要是股价合理 嗯 好 找到好股票 我觉得 适合的价格 就可以投资 所以我们就用基于这个理论 发了这个影片 所以你们这个理论 是集合日胜证哦 这么多年来在市场这个经验嘛 没错 其实大家都知道日胜日胜证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券商 五十年 五十年 是 等于说是台湾证券史的对照了 没错 可以这么讲 因为以前我在跑证券新闻的时候 我以前当中央通讯社证券组的组长 那我们跑证券新闻的时候啊 其实每一年那个跳家关啊 啊 开红盘啊 大家都知道去哪一个点拍 对不对 去 因为要去跳那个财神爷嘛 对 就到日胜的南京东路的那个二楼的点 因为我们现场客户多 对啊 而且那个跳起来那个家关特别热闹 特别热闹 但是跑到日胜的南京东路的点去 哦 那个点以前我也常去 哦 好 所以 呃 集合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 也的确就是说在40推出了这支影片 然后给市场投资人一些方向性 对 这是经验啊 没错 那所以说 呃 这种经验的累积值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我们单券商都是求新求变 对不对 那我们尤其是现在 大家都是在走这个fintech 那呃 在走这个fintech上面呢 我们怎么样去折优布局一些好股票 是不是有些工具面我们可以运动 因为讲实在的 现在在做股票啊 已经很科技了 尤其是年轻的这个投资朋友 大家都是要找工具了 没错 那找资讯找工具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那黄总在日盛虽然是50年 但我相信一定是要不断的突破 没错 那那您怎么做这个求新求变呢 这个新的工具一定要推出来 对 现在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我们有做一些APP 嗯 那就是呃 算这个合理的股价 我们除了合理股价 我们还有推一个完整的投资方案 OK 这合理股价要怎么推估啊 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用一些基础公司了 对不对 没错 这个也不是随便凭空乱猜谜的 对不对 是是是 好那至于说 听众朋友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很好奇 说日盛怎么样运用工具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好的股票 甚至就是说 找到一些这个好的投资策略跟方向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很完整的等一下请黄总来跟我们说明 所以我们这边先暂时卖个关子了 好 我们就等下一段完整的一段时间来跟大家讲说日盛的这个最新的工具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日盛证券的黄敬明黄总经理 这个其实我们常讲一句话嘛 老人家都说 就是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也就是说你要把件事情做好 其实工具很重要了 你修车也要对的楼奈把 你用不对的楼奈把 你大概那个螺丝也转不下来 所以说这个工具面 因为现在金融已经走到所谓Fintech 你其实不能再傻傻的 都不用一些对跟好的工具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介绍日盛证最新推出的 其实已经推了很久 但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催神出新的 没错我们一直在改 一个很好的app的工具 对不对 这个我们请黄总来帮我们说明 好我们这个合理股价 我们是完整的投资解决方案的一个整个循环 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个 因为我们今天有直播 对比黄总差下 我们今天有直播 您上YouTube可以看到98新闻 大家98新闻可以看到直播画面 那黄总带出来一些图表 对不对 我们可以就着这个图表来看 第一个我们买股票 第一个我们要确认标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我们有财报模范生 来用数字来给你找到合适的标的 那你找到好的标的以后 那是不是每个价格都可以买 当然 不是 那我们还要评估这档股票 到底它的合理价格值多少钱 比如台积电 是到底要300块买还是350买 没错 没错 我想这差很多 我们讲大力光大家都说好股票 对 他有6000有3000 对你买来一个价格 今天4050 是啊是啊 所以评估价格是很重要的 再来 那合理的价格也不是天天出现 那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害怕呢 我们有一个依据 那你就挂着等 那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我们的条件单的买进 那你买到了以后 什么时候出 出太早了 后面有一段大段涨幅 没有出 高档没出 又报上报下 我想我们还有第四步 就我们运用了这个云端的移动锁力 这是一个卖出的机制 所以我们替投资人设想到这每一个细节 我们就是把投资简单化 那不容易的地方在哪边 比如说选标的 评估价格 买进到卖出 这称为我们的完整投资解决方案 所以说这个比较高难度的 我们日盛来来帮投资人协助 投资人完成 这整个流程 好 所以天龙有好几步了 这个一步步照步来 那可以选到好的股票 然后有进出的时间点 进出的价位 以及呢 你到底这个报上 要不要报下 还要报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结果今天中午也跟一群朋友吃饭 那大家共同的疑问就是说 那我到底要怎么选股 其实日盛也就针对 大家最困难的选股这件事情 帮我们找到一些 怎么去合理评估股价的机制 对不对 我想这些都是用这个人工智慧 在计算的 没错 没错 绝对不是用经验或者什么 你看医生呢 他也用X光片 对 他不能可能用凭空猜测 所以我们 黄总讲一下我们这套APP开发的整个过程 好 好 好我们看到黄总带来一个 这个就是用手机的APP页面 对 第一个我们再讲 第一个我们找 怎么去找到合理的这个投资标的 对 那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APP onlineAPP里面 就有一个AI的理财师 你点进去有一个财报模范生 对 那他的细节是在哪 我们把汇整的上市贵公司 一千七百多档 对 我们把每一月的财 每个月的财报公布出来之后 我们就依据我们日盛的财务选股 这个指标评鉴 我们把每一档的我们有权重 就营收 这个EPS ROE 把它化为成分数 很多的指标化成分数 分数越高越好 对分数越好 对因为每一个都我们只用分数 你就排高低 对 有依序排下来 看分数90分就比80分好 对 这大家一看就懂 那我们不是去依市场的猜测预测 所以那你想想想投资人 节省投资人非常多的时间 基本面选股了 对没错 你只要按一下 我们把代号打进去 代号打进去 像看个画面 代号打进去 我分数就告诉你 这个多少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财报来挑股票 基本上我们选好的股票 也可以 你自己如果有持股 按下去 30分40分 这个应该要太弱了 如果这是股票 你应该30 40分的 你卖掉去买70 80分的 这个是一个太弱 换墙 这个也是 如果你要买新的标题 我们找60分以上 我想最起码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财报模分身 我用分数 因为很多财报你要去找 不必 我只要一秒钟就解决 这个就很智慧了 对不对 没错 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量化排名了 没错 而且是依照每个月的营收 营收 或者是说这个每季要公布出来的 EPS获利的情况 对 没错 没错 然后针对这些指标 然后做这个AI的智慧排名 是是是 这个东西是 我想帮助投资人 这个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OK 好 那这个是选股面上 对选股 那当然我选了这个股票 我可能会选这个分数高的 对不对 那问题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要买卖 对对对 那就是说你选了股票 我讲了 大力广台积电都是好股票 这个选出来分数一定高 对 但是你要买什么价格 这个也是一个学问 对啊 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各位介绍 我怎么去选这个价格 所以确认一档股票的价格 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是所有的好股票 任何价格都可以买 我举个例子 台积电是一个好股票 对不对 那在3月19号 他跌到250块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害怕了 他就不敢买了 他敢去买300多块的 结果跌到250 他就不敢买 就人性嘛 对 所以巴菲特曾经说过 这个投资很简单 那却也不容易 为什么 其实他说穿了就是说 投资的道理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投资的第一步 你只要找到一个 好的投资标的 第二步 你只要评鉴这只股票的合理价格 对 我们大概做好这两件事情 投资的工作 大概就完成了80% OK 好 譬如说合理股价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最希望说用0.8元 去买一块的价值 对不对 打八折 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 这个 这只股票只一块钱 万一你用0.8 这只股票只有0.5元 那你不是买贵了 那你可能就会被套牢 对 所以我们有合理股价在APP 我们也有申请到专利 OK 那我们是跟怎么来的时候 我们跟财务金融的博士 共同开发 我们运用的道理是 运用了鼓励折线模型 还有现金流量折线模型 等13种模型 我们也结合了这个企业的成长性 我们结合用ALS数据 来评估公司的合理价格 到底是多少钱 其实其中的这个模型的计算 非常复杂 但投资人不用担心 你不用自己去计算 你只要把代号按下去 我马上就在手机上 显示这档股票的合理价格是多少 OK 就鼓励折线模型 就是巴菲特最喜欢用的 有IR的一个计算方式 然后用这个未来 它的鼓励折线回推来 它的一个现值 所以说还不是只有鼓励折线模型 你这个合理的股价的推断 它其实有很多的模型加总在一起 对不对 那这就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工智慧了 没错 那当然合理价格在那边 那你要什么时间点买 那价位是什么 那当然就个人判断 对不对 没错 那接下来所谓的锁利的原则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合理价格 其实这个合理价格倒也不是天天会发生 那你怎么去等 那我们还有一个日盛Smart的条件单 这是我们第三个流程 条件单 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价格 它有一个好处是三个月有效 它就每天自动帮你挂这个价钱 自动帮你挂 那除了 除了股价我们可以这样做 连指数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那就等于说呢 就好像钓鱼一样 我只要在那边等就好 这很轻松的 当江泰工了 对没错 所以我们连买进的这个条件单 你都可以设 所以我们也帮你处理好 好 那当然最后还有就是说 什么时候停利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清楚 最后要请教黄总 那我一定要是日盛的客户 我才能使用这个app吗 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查询的 对 查询的话 像这个财报模范生产 合理股价 对 这个非客户也可以使用 好 那如果是下单 非常谢谢黄总 谢谢